記得上臉書按讚 幫我們衝座粉絲一萬人 漢廣演習首度 仿效俄烏戰爭挖戰壕 而且還規劃三十天的存糧 要打城鎮戰 郁政委 是 我跟董哥都是來自金門 我們都相信信仰一句話 就是和平沒有輸家 戰爭沒有贏家 如果今天已經打到城鎮戰 意思就是說 敵軍已經上路了 要進入肉薄的階段 那意思是表示說 即便我們在肉薄階段 每個百姓就是 用自己的血肉之區去打 就算打贏家園也是殘破的 那可能還 一定是家破人亡七里子 這是大家一定會看到的 那這幾年來 我們看蔡總統執政以後 我們不停的就是在看到 戰爭可能在發生 我們可能要回家來做 但是總統難道都沒有想到說 如何 我們在家裡 都不能回家 我們不能回家